近年来本港正经动荡,有部分港人开始热烈讨论移民的可能性,也有市场人士认为,如果越来越多港人抱持此心态,移民放盘的数目与日俱增,再加上随着今年不少SSD盘亦踏入松绑期, 或促使二手整体放盘量特征,继而拖累楼价表现,不过,不者对此说法不敢苟同,从近期的二手情况来看,纵使有部分屋苑放盘量增加,也不能排除当中部分属市场所谓的移民放盘。 但其实楼市整体气氛根本不差,大家从近期大部分新盘均陆量例消停以可略之一二。 此类放盘暂时并未成为市场主流,而且最近美联信心指数持续高期,显示业主对后市信心增加,不会贸然大劈价放盘。 再者,只要有笋盘放售,仍有买家愿意追价抢盘,相信楼价大跌机会不大。 令鞭商,究竟SSD松绑盘对楼市供应会否构成重大影响? 我们尝试以过去数年的数据作分析。 回索2014年,当年推出全新盘单位数量为14,098伙,实际售出11,178伙,到2017年即SSD松绑的一年。 该年此批项目合共紧6355中二手住宅注册登记,占2014年的售出单位比率紧约3.2。 至于2018年及2019年的情况亦相似。 统计2015年及2016年的全新盘销售量,分别为11,798伙及11,443伙。 但是在2018及2019年,即该批新盘SSD松绑的一年。 二手住册量亦只有463中及445中。 两者均紧占约3.9%。 由此推断,SSD松绑盘对楼市供应影响不大,相信难以陷动楼价。 展望下半年,不者认为楼市有数个值得注意的亮点。 一手新盘理所当然是其一。 相信发展商将持续推盘步伐。 下半年新盘销售量或可达1.1万伙。 较今年上半年预期约7000伙急增57%。 豪宅同样是值得注意的板块。 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资料。 第二季如5000万元一手及二手豪宅销售量。 同样超过今年首季,可建议超超回暖。 在环球资金泛滥,加上下半年或有豪宅新盘推售带动气氛。 有望跑赢大市。 至于放宽安保卫及的预600万至1000万元物业在上半年一支独秀。 下半年有望乘性追击。 延续量预齐升的局面。 整体而言,二手楼市正占趋回稳。 加上利好楼市因素未变。 估计下半年楼价有望稳中向好。 维持全年升5%的预测不变。 维持全年升5%的预测不变。